是拼赛混双决赛还是孙颖莎与王楚清对战张本志和与早田希娜 最终3比0大胜对手 之所以能够取得一场大胜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早田希娜会球落点太正 总是被国拼组合直接正反手快带 使得张本志和难以施展进攻 不过一开始张本志和连续限制孙颖莎效果很好 所以第一局一开始比分很胶着 其实张本志和也发现了孙颖莎这个点很好打 整场比赛仅有的得分都是从突破孙颖莎的发球开始 孙颖莎的发球很难限制张本志和直接抢攻 只不过王楚清这场比赛的表现实在太出色 连续防住了张本志和的接发球反手凝蛙 要是王楚清也化身临湿洞 这场比赛是很难赢球的 除此之外 早田希娜的发球也被王楚清直接抢攻 早田希娜在双打以及混双的比赛体现出了最大的短板 那就是发球欠缺变化 回球落点欠缺变化 很难给自己的搭档创造好的进攻机会 如果持续这样的表现日拼 双打都应该换人 早田希娜是一个打球比较呆板的选手 这场决赛就充分体现了出来 第一局比赛王楚清正手调打反手位 反手抢攻 3比1开局 早田希娜反手掉大脚导致孙颖莎正手打丢 张本志和发球得分将比分追平 早田希娜接发球摆短 导致孙颖莎正手抢攻失误 张本志和反手转正手进攻失误 孙颖莎接发球冒高被抢攻双方打成6比6 之后 王楚清接发球反拉 张本志和反手变弦失误 早田希娜的回球被孙颖莎连续正手快戴 6比11输掉了第一局 早田希娜回球的落点太正了 在比赛的后半段被孙颖莎连续抢攻 只能说张本志和处于一打三的局面 但是第一局的开局以及中局阶段孙颖莎 确实被限制住了 并不是说孙颖莎单打优秀 就代表她的混双比赛一样优秀 双方进入第二局的比赛 早田希娜的发球又被王楚清反拉 早田希娜吃孙颖莎发球 正手对攻下台 孙颖莎正反手快戴擦网6比0开局 张本志和反手打中路 早田希娜正手发球抢攻失误 王楚清正手打中路 反手甩大角度9比1领先 王楚清随后吃发球 反手打中路11比2 轻松拿下第二局 早田希娜在这局比赛 也就发了一个球造成王楚清失误 可见早田希娜应变能力有多差了 但凡稍微脑子活络一些 改变一下发球的旋转 或者发球的落点 也不会让王楚清如此轻易抢攻 可以说这场比赛虽然是收获了大胜 只能说对手自身的战术失误 导致了大比分输球 到了第三局的比赛 张本志和揭发球反手拧拉 孙颖莎反手快带开局打成3比3 孙颖莎正手快带中路球 4比3领先 对方组合叫了一个暂停 早田希娜回球帽高被抢攻 孙颖莎揭发球搓长中路 王楚清搓长造成早田希娜 抢攻失误 早田希娜正手快带下台3比8落后 孙颖莎发球又被张本志和揭发球反拉 早田希娜这个时候的发球 终于造成王楚清失误 将比分追到5比8 国拼组合请求暂停 紧接着孙颖莎反拉大角度 王楚清反手变现10比5拿到局点 早田希娜连续反手变现 将比分追到7比10 王楚清正手压早田希娜的反手位 11比7拿下了第三局 早田希娜在最后时刻才想起 要多打一些线路变化 这种后知后觉的事情 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这也难怪早田希娜之前 成不了日拼的主力 参加不了东京奥运会 早田希娜这场决赛的短板体现无疑 可以说他就是一个打实力球的选手 打球一点都不聪明 还是一腾美成 平野梅雨打球有天赋 所以他们成名更早 不过孙颖莎和王楚清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说明经过了重点研究 如果他们对战陌生的混双组合 还是会出现很大的比赛不稳定性 之前对战香港队的杜凯 秦皇振庭组合 不就是因为不熟悉对方的球路 才被拖到了决胜局吗 对战张本志和他们可以赛前重点研究 因为经常交手 所以孙颖莎与王楚清还是不要掉以轻心 夺得了这次冠军是好事 但是这次世平赛还是遇到了很多问题 更何况到了奥运会这种大赛 竞争对手对孙颖莎和王楚清 都是冲击的模式 孙颖莎揭发球的问题 如果得不到改善 注定会像曾经的刘诗文一样被限制 所以这才是这次世平赛最大的收获 多暴露问题才是关键 当然对于饭圈粉丝来说 国拼组合拿下胜利就可以了 任何不利于国拼混双组合的意见 那都是要进行批判的 因为这才是饭圈粉丝想要的效果 他们又看不懂球 当然会打压正确意见 沙头组合质量远高于对手 线路打中对方要害 德班为巴黎提前预演 沙肉式拼赛决赛的这两队组合 可以说是目前拼台上最强的 两队最强混双了 半决赛对阵 张本志和早田希娜曾击败了中国的另一队混双灵尸洞 斜杠凯曼 沙头组合成功未免后 也为灵尸洞凯曼实现复仇了 与灵尸洞斜杠凯曼相比 沙头组合的机球质量更高 配合更默契 衔接更流畅 战术打法也更加清晰 三局的比分为11-6 11-2 11-7 可以说没有给对手任何喘息的机会 能够直落三局拿下对手 主要是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 沙沙 大头的机球线路 基本上都打向了早田张本的死穴 日本男 女队都是反手进台速度特别快 以反手体系为主 正手反拉的能力偏差 沙沙 大头在攻击线路上 大部分都是攻向了早田 张本片中间的正手位 这个位置让对方很难发力 而且避免了他们反手的进台速度打出来 战术上执行非常成功 第二 张本昨天在击败 怀慢斜杠临尸洞时 他自己也说 由于临尸洞单板质量很高 于是他们就把更多的进攻 打向了女选手宽曼 这是日本组合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今天 王楚清也是以牙还牙 王楚清高质量的爆冲 打向早田希娜之后 早田的抵抗力 确实跟男选手对轰 能力有限 相反 莎莎在进台衔接上 扛得非常成功 莎莎力也远大早田希娜 莎莎 大头左右开攻 行云流水般的攻势 让张本智和都没来得吼出声来 其实 这场德班士拼赛的混双决赛 基本上是明年巴黎奥运混双的预演 东京奥运国拼 混双丢金后 刘国梁也成立了混双组 王楚清本身就有了肖战一对一的指导 莎莎在邱一可的指导下 个人技术能力也是明显提升 沙头组合现在有种双剑合璧的感觉 相信 在肖战的调教下 沙头组合的默契度会更高 执行能力也会更强 张本智和早田希娜想突破中国混双的防线 会越来越难了 莎莎凭借混双夺冠之势 接下来要打消球手韩盈 一贯在首寝继续加油 孙颖莎是国拼女队在德班任务最重的 身间三下一天三赛 几乎就是家常便饭 混双夺冠之后 莎莎终于少了一个比赛项目 混双夺冠之后 莎莎马上在女单上迎来一场硬仗 那就对阵德国老将韩盈 韩盈在澳门赛表现惊人 改学为功后 一上来还曾大比分2比0领先莎莎 王曼玉在之前对阵消球手汉纳时 险些被暴冷淘汰 希望莎莎凭借混双夺冠之勇 耐心与韩盈纠缠 再接再厉把女单这一轮成功拿下 大家如何看待沙头组合以3比0 就横扫章本 早田混双夺冠 赛前你是否会想到是场紧张 刺激的五局大战呢